对于九球选手打斯诺克来说呢 肯定就是准度 准度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确实是 这斯诺克球台比九球的球台大了很多 对 大了很多 从技术上来讲有什么样的区别 从技术上来讲 区别并不大 两个人的对比赛的关注度 对这个重视的程度 专注的程度 我想应该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看到比赛马上开始了 两个人在比球 这个比赛是放在了潘晓婷的家乡 山东衍州进行的 我们看从比球开始 虽然是潘晓婷赢了 但是萨利文也没有输 没输太多 还是力道控制的还是非常好的 有媒体把这场比赛称之为冰火对决 火当然是火加奥查理文了 冰是指的潘晓婷在台球界的这种 冰美人的这样一个生活 但是我更愿意用一个更老套的词 来使用这场比赛 美女野兽 我们看这个九球的杆跟苏多克的杆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们看可以从屏幕里边看到 萨利文他现在应该是拿了一只九球杆 对 这杆明显要粗了 比赛开始了 九球这项运动 冲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冲球冲好了 很多时候都可以一杆收 对 基本上就奠定了胜局 这次比赛呢 我们中央电视台也是非常重视 派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转播坛队到前方去信号制作 应该是有两颗落带吧 对有球近带 而且现在要打的一号球 是可以有进攻的线路 是一颗薄球 九球的规则其实很简单 开球之后如果有球落带的话 就可以继续进攻 按照一号球到九号球的顺序来打 这上来是想先给奥莎利文做个森多克 但是没有做死 对 这杆球如果打薄球进攻的话 对于白球的控制并不是非常好控制 所以潘友廷上来选择做一个安全球 但显然这个安全球可能一上手吧 手还比较凉 做的并不是很成功 哎 奥莎的手也不热 我们看 这个球其实 哎 奥莎利文这个 运气真不错 运气真不错 没劲 但是给做上了 但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 这只球感也比较奇怪啊 跟他平时用的都不太一样 嗯 一个右侧的旋转 一颗星来解一号球 放 没有解到 嗯 我一推 看看斯诺克功底啊 应该是继续做安全球 奥莎利文确实是斯诺克界这种 可以说是 不世出的天才人物啊 嗯 他对台球的理解 我刚刚看到一篇报道 丁俊辉评价这个 奥莎利文嘛 就会说他 有的时候 打球 丁俊辉也看不懂的 对 就是他们同为职业选手 其实套路都应该是 基本相似的 但是同为职业选手 都有让人看不懂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奥莎利文确实 对台球的理解吧 可能 要 比较特殊一些 那刚才在演播室之前呢 我们跟篮球的嘉宾杨毅聊 他问你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男子选手 女子选手 这种差距 你提到了这样一个词 就是说这个空间思维能力 嗯 对 可是我觉得奥莎利文的 空间思维能力 可能确实是超乎常人的 他确实有这方面的这种天算 对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曾经多次的看过 他那个5分20秒跟6分20秒 那两个147 嗯 这个5分20秒 打完的话 平均基本上大概应该是 七八秒钟就是一个二 对 没错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打一个147 而且要对整个球形 做出这么完全科学合理的 一个判断 确实 我觉得 这个大脑跟一般人 真是不一样 没错 他的 尤其是对斯诺克选手来讲 他这个速度 其实还能证明一点 就是他的记忆力 也是非常好的 他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球形的观察 已经记忆非常的深刻了 所以这些对他的 交位 走球 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 我们看到 王道远做的这根安全球 并没有成功 形成一个远台的薄球 潘晓婷还是非常的精准 这根薄球打进 并且成功的做到了三号球 你现在这个局面 四座五这个连接球 如果没问题的话 基本上这一局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五号球 可以做出一些角度 横抬 两颗星来做六号球 哎呀 没有打劲 还是打得稍稍的薄了一点 对很可惜 因为之前看报道也说潘晓婷 三里文是他的偶像 是不是也会稍稍跟偶像 在一起对决自己的主项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紧张 难免 这样的话 这球生对奥三里文来讲难度不大了 对 我们看 奥三里文 先开始 一上来打的这几杆球 做防守 都是用他的九球杆来打的 但是现在我们很明显看到他又换到了小头杆 还是对小杆用的舒服 对 还是对这个比较熟悉 控制起来更容易一些 对 这样的话奥三里文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你看这两根球杆往这一摆 很明显这个差距 对 上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上列 狼牌特区 那么您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本场比赛您可以编辑短信TA代表潘晓婷 TB是代表奥沙利文 发送到10669999185 我们今天将抽出三名幸运观众 获得高级斯诺克的球杆 以及千元现金 好我们看奥沙利文这个冲球 有球近代 它的冲球明显和九球选手冲球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有这种冲法 但是比较少见 它会跑一个三颗星冲球 没有很好的进球机会 还是 比较保守 做了一根安全球 形成吊球 用小头杆打九球 这个斯诺克球杆 埃达九球是 对它的皮头的磨损是要比它用来打斯诺克要大很多的 因为必定球会大一些 破 斜金 但是这一根是一根犯规球 把九号掏出来放到制球点上 然后 萨利文是获得一根自由球的机会 这角度判断15 刚才应该是勾蓝色2号去 对 三号球左侧下方底带的进球线路被七号球挡到 嗯 推过来做另一边的底带 那现在四号球呢 右侧上方的底带又被挡住了线路 所以它要做四号球的中带 哎 哦 它是要做传球吗 哦 看来是啊 它现在是要打一颗组合球 哦 非常准 但是在这组合球打完之后反而是把四号球又被挡上了 对 四号球现在是没有进球的 哎 运气 哈哈哈 八号球也在带口不远 对 九球比赛啊有时候这个运气确实是 很重要 对比赛的影响要比斯蒙克要大很多 没错 这也其实就正确它的魅力的所在的地方 这个结果是不确定性 也许一号到八号你费了半天进全打进去了 最后九号球给人家留下来 对 没错 它的观赏性强其实也正是因为它这个运气成分会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 然后奥沙利文上来之后先打了一个2比0 追随成为唯一方向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 13局7胜的比赛是轮流冲球制 这个九球它有的时候是轮流冲球 有的时候好像是上局的胜者下局冲球 对 胜方冲球 对 比赛跟比赛它制定的不太一样 现在的比赛对九球比赛对冲球要求还是挺高的 为了让大家更公平吧 一般我们现在比赛去冲球都是要有球近代的情况下 一定要有至少两颗球要回到开球线之内的 才算是有效的冲球 如果你没有球近代就一定要三颗球回到线 如果你有两颗球近代就要一颗球回过线来 对冲球的力量其实是有要求的 这个冲球的角度或者说冲球的位置 您跟我们讲一讲 都有些什么样的诀窍 冲球 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习惯不太一样 这个是职业选手需要 专门来练习的一个课程 一般业余的选手我更多的有的时候在俱乐部看到他们 他们也会问到这个问题 可能 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冲球的时候 看着白球来冲看着母球来冲 这样的话你就会非常精准的打到你苗的那个点 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人是看到球堆来冲 但是你初干的那一瞬间其实已经打到白球的另外一边了 已经打不准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我怎么打不上力量 怎么开不散 就会遇到这些问题 好我们看到这颗球上来做了一杆 做了一杆安全球 但是这杆解到之后是无效的 应该是 他刚才应该是 碰到库边了吗 那可能我这个角度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他应该是碰到库边之后把一号球勾起来了 是但是他还需要再碰到库边 库边才可以 那可能是碰到一号球之后白球又碰到库边了 因为白球离库边比较近 现在我们看潘晓婷拿起了跳杆 这一杆它要形成障碍球 它要进行跳球 这个也是跟斯诺克特别不一样的一点 对 斯诺克是不允许的 对 斯诺克是不允许的 看看是不是可以跳进 不错 形成了一个安全球 这样的话 阿斯利文也只能是继续做防守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根其实还是证明了 沙利文对这个角度线路 力道的理解呀 即便是在一个不怎么经常打的九球台上 做的也还是不错的 一颗星解球 应该是露了一个中远台的薄球 这杆球其实打进 我相信对于奥斯利文来讲 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它的准度 刚才现在是二号球 对 没错 对 九球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带口大 球台小 比较好打 但其实它有难度的 就正是因为它要按顺序计打 对 这个球的串联 对 你下一颗做的球 其实它是有单一性的 不是做不好 还可以有别的继续打 哇 这个是想的很巧妙 但是没做到 它是想把这个白球 塞到红球的后面 对 没错 它不会贸然进攻的 因为这种球 一旦进攻之后 后边的球无法连接上 就会很被动了 其实 这杆球是不是露出来了呢 一号球肯定是有进攻的机会了 二号球和五号球啊 其实可以做一个组合球 哦 上一半聊这个组合球 对 组合球 其实认真打进 传进应该是不算很难 最主要的是要控制传进之后 马上要击打着这个麦标球走的线路 黑 哦 我看啊 这个 我仨里面也乐了啊 觉得这球 他打着可能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哦 非常漂亮 解禁 哎呀 打开 还是给你比身啊 天才就是天才啊 对 好 非常稳定 嗯 一个 两裤 左侧的旋转 对 走到八号球 非常漂亮 三比零了 虽然是潘小婷的家乡 小婷的主场 但是今天这上来之后 啊 啥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啊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上来之后 阿萨利文是连下三层啊 三颗落袋吧 四颗 两颗 啊 两颗 两颗 对 你看一下 六号和一号 哦 嗯 哦 又是上来要做一颗组合球啊 二号和三号的组合球 没有成功 运气依然是很好 嗯 形成了障碍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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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很大的左侧的旋转啊 哦 运气不错 呵呵 两个人今天这球打的还是 挺有意思的 现在又把自己的二号球给做了 对 你看看这一杆能不能解禁啊 左侧中带 嗯 本意是要解禁的 嗯 也还好 那个大反角 啥啥也不好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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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球也拱到了带口 对 那这一盘球基本上又没有难球了 对 感觉今天潘晓婷整体还 还到现在至少看了还没有还没有发挥出来啊 对 没怎么捞到上手 对 嗯 你总是一给机会奥莎就收了 对 抓住机会之后在奥莎利文手里好像这个球变得都很简单 对 一下两下就都给打光了 4比0 嗯 嗯 嗯 中场应该休息一下 对 应该中场休息一下了 调整一下 嗯 好 各位朋友 欢迎您继续关注潘晓婷对阵奥莎利文的台球大战 这场比赛呢 很多人也是给他起了各种各样的名称 性别大战 冰火对决 那么今天的两个人将要进行实际上是三场交流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场 这是九球的比赛 是一个 是三局七胜制的比赛 那么打完九球之后呢 两人要打孙德克了 孙德克呢 要打三局两胜 孙德克的比赛是采用打六颗红球 这样一个比赛 那么最后呢 两个人还要联手为大家奉献一场这个花石台球的表演 我们看第五局啊 嗯 第五局潘晓婷冲球 有球近代 现在一号球这个连接球 并不是很好进攻 也是一个大翻角 应该是会选择做安全球 没有想到啊 这个九球本来应该是潘晓婷的长项 自己的主项 但是今天奥沙利文确实是发挥的也好 运气也不错 在刚才的那几局球当中 关键点的时刻 奥沙利文的这个运气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嗯 好我们看这杆球潘晓婷打的还是很有创意啊 他是想打一号球的 一号做成安全球的做事把二号球打进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二号球进了的话 其实一号球是一杆机会球啊 对 这样的话反而又给了奥沙利文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九球选手 职业的九球选手 其实嗯 准度啊 尤其是像一些对线路非常重视的一些九球选手 非常熟悉 他们会在准度上失分 但是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奥沙利文 刚刚这单球打的 其实他是想跑科兴的 但是明显是对科兴不足够了解 所以形成了调球 哇九号球差点落袋啊 这个要再落袋了 真的是 真比赛没法看了 上来打潘晓婷一个5比0 这九号球落袋这运气好的简直是没法说了 但是这颗球潘晓婷处理起来就会比较尴尬了 对 就一定要处理的得当 不然的话本身球台上就已经只有四颗球了 潘晓婷在想什么 勾5号球用5号球去撞9号吗 嗯 对可以选择用5号球撞9号 也可以选择解到5号球之后 解进底带 或者解完之后形成调球 但这几种都是非常难的 风险很大 对 白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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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熬沙队这个龟蛇还吃了不是很透 对对对 哦 哦 萨利文现在也是故事中规中矩了啊 现在开始有点像九球的套路了 这杆球他刻意打了一个三颗星 现在又是一个三颗星 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期待他来这样去对待这场比赛的啊 嗯 哎 这颗球他又是想拉杆一个旋转做到9号球中带 结果 好了 这回潘小厅总算可以拿下这一局了 对结果准度上出现问题 嗯 所以直接把9号球传进 嗯 萨利文应该是有这种娱乐精神的啊 对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而且他的水平也足够可以做到的 哦 哦 潘小厅还没有想着这样打 嗯 我刚才的传球 其实从大拳这个画面看的不是很清楚 刚才那个刻写一看那样直接传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对 没错 看他潘小厅终于是拿下了一局 对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六局 你看萨利文的冲球啊圈指 这是只有在九球里边可能会比较常见到的 对 一种夹竿的方式 福德克当中是肯定没有这样的 对 两颗球近带 现在一号球的连接球还是非常好的啊 关键要看一下三号球 嗯 像他这个三号还有难度 对 这根球他本意应该是滑下来做三号球左侧上方的底带的 对 嗯 翻带 哦没有翻进 嗯 他是用旋转带着很大的旋转在关带 现在留给了潘小厅一颗大角度的薄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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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好的 好 好 中地干一颗星做6号球 好 我们看这干球做球 现在马上要打的6号球的手架 要稍稍有一点点 问题 有点厚思诺 对 在9球当中我们很少看到选手用架杆 对 因为他本身球台比较小 而且职业的9球选手会要求自己 把球做得更精准一些 球走位走到了 基本上就不用那么别扭了 对 没错 但是也会有用到的时候 底干红材 嗯 这样的话 现在就该用架杆了 应该是 我们看这九球架杆这个架杆 这个架子 铁架子 对 它是这个鹿角 鹿角 对 鹿角形的 嗯 刻意的看一下下球点 好 非常好 这样的话 鹿角形又拿下一局 2比4 好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七局 在零比4落后的情况下 盘小庭现在是连追了两局 有球近代 一号球也进了中代 连接球并不是很好 二号球 贴到了库边上 好 这次这个比赛啊 是在远州的星龙文化园内进行的 好 做一根吊球非常好 三轮过来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解球的角度啊 它应该是看看能不能解禁 它用了很大的力啊 来缩小这个角度 比较难做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二号球做三号球 是一个关键球 摆在这个位置 打进二号球之后两库过来 看来是可以叫到三号球左下角的底带啊 这九号球应该没有挡住这个线路吧 对 这边是有进球的线路 对 这边是有进球的线路 还要到三号球的线路 还要到三号球吗 不 这边是有进球的线路 还要到三号球呢 就是这个线路 还要到三号球的线路 还要到三号球呢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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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第二号球的线路 会不会太冒险了 反正这角度是够大的 它一直是在犹豫 还是选择做安全球 咱这一杆解球难度不大 对 最主要的是解到之后 不要放机会给对手 什么意思 它尝试跳球 它是可以有一点点旋转 因为加点旋转可以过来 这个力道控制得也非常好 形成一个反调 好球 好球 非常好 写到之后 也是没有给萨利文留下 什么太好的机会 这个角度我们看 可以有进球吗 还是有薄球可以打 终于出机会了 准度出现问题 做中代的薄球 这有没有给你 做中代的薄球 这其实难度更好 这其实难度更好 但是我可以 做中代的薄球 做中代的薄球 这其实难度更好 看5号球做6号球的时候了 其他的没有什么难度 对 这一竿的角度就显得尤为的关键了 好 做小面 推进左侧上方的底带 好 没有问题 好的 这样他现在是飞成了3比4 好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较量 那么现在是打成了4比3 来看第8局 奥斯利文开球 这两个球进了一个侧的带口 有三颗球进带 而且两颗球进的都是左侧中带 对 现在2号球这个连接球是一颗远距离的薄球 看看他会不会选择进攻 嗯 他真的是往里打 打后了 对 比刚刚他打这竿要容易一些 现在留给潘小婷的这个薄球 嗯 嗯 这一角度给的很舒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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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的一个拉杆 嗯 这种滴杆的能力对奥斯利文来讲 真的可以说是小菜一点 对 现在应该是跑两颗星做5号球的中带 嗯 非常好 这颗球也可以稍稍晚上推一些做成6号球的一个薄球 哦 他选择直接推干一颗星来做7号球 哦 哦 这个角度 从这次跑两颗 对 这个角度在我们看来 在我看来可能还是 角度稍有些小啊 嗯 但是他的这个干法还是很犀利的 对 做了一个两颗星做7号球 距离也非常的合适 嗯 好了 这样的话奥斯利文是摘下一层 1比3了 继续保持晾锯明鲜 这帮斯多克选手这个喝水啊是真能喝 不停地在喝水 不停地在喝水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对 撒利文属于球员里边小动作比较多的啊 对 抠鼻子 抠嘴 抠嘴 对 热嘴 它是这些小动作 然后这个 齐金丝是肯手指 嗯 对 两颗球落袋 哎呦 三颗 我们看他们的冲球 今天的所有的冲球的连接球 啊 都不是很好 所以两个人好像都没有说自己冲球 然后自己一杆打光好像都没有 这个9球的摆球摆成这个菱形啊 我们知道9号球肯定是摆在正中间的 对 然后边上的其他球的位置顺序有要求吗 1号球摆在顶端 1号球必须在顶端 对对对 然后9号球在中间 对于其他球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哦 他选择推球啊 9球规则里面上来如果 冲球这一方或者上来马上要击打的这一方 觉得这个局势并不是很好 他是可以选择推球的 但是是要告知裁判和对方选手 也就是可以打到球也可以不打到球 可以把球打进袋也可以不把球打不把球打进袋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用5号球来做了一下障碍 嗯 对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潘友廷推完了之后 三列文上来之后是有权利 我自己打 或者让制作这个制造这个难题的人来打 他是有权选择的 这点有点类似孙诺课当中 你解不到的话我是选择继续打还是让你继续解 对对对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号球 应该是贴到裤边 我们看看潘友廷会不会选择一个右赛薄球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给薄劲的 这个失误恐怕很要命啊 二杀正常的话 这球台上的局面不是很复杂了 嗯 哎 这杆球 这是明显的就是 奥萨利文是打这个斯诺克 可能更多一些 他的力量会 硬一些 这要是九球选手的话 应该这个两克星是可以转 哎呀 你这把球还是带进去 对 6比3 就让他奥萨利文拿到赛点了 对 今天奥萨利文的运气确实真不错啊 再来看一下 最主要这个球 在他打来看似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 今天的两个人要打三场比赛 第一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九球的比赛 是三局七胜 第二场的两个人要打一场三局两胜的斯诺克 第三场呢 是两个人共同给大家奉献的一场 这个花式台球的表演赛 那现在在这个九球的对方当中 奥萨利文已经是6比3拿到赛点了 我们看啊 他应该是跟这个 在说他的这个球杆的问题 嗯 奥萨利文在中国还是球迷很多很多的 在我们中央第二台 在斯诺克转播的过程当中啊 应该说有两大 收视率保证 一个是丁女辉 一个是他 对 没错 这个非常明显 只要他们俩出局了 第二天开始的斯诺克比赛 收视率肯定下去了 今天也是有很 真是有很多人在等着看这场比赛 毕竟在台球史上这种性别大战真是不多 嗯 尤其是今天这种比赛 它还是跨界嘛也算 虽然都是台球 嗯 但是斯诺克选手打九球 九球选手打斯诺克 其实作为行为人士来讲 它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 是很大的 区别非常大的 对 没错 肯定是有相通的地方 嗯 但是两个项目 嗯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 就像平方球跟网球一样 对 没错 哇 这是一颗犯规球 它虽然解到一号球了 但是解到之后 没有球碰到库边 这个规则 其实我们业院号者应该是很熟悉了 因为跟我们平时打的中式台球是一样的 就是说在解球的过程当中 解球之后一定要有球 无论是白球还是目标球 对 要有球撞库 对 没错 这样的话实际上等于潘晓天又获得了一个自由球 嗯 看二号球叫四号球 也是有点难度的 嗯 它还是有一些角度 一个中低竿刚好 中高竿 轻推 五号球 应该是可以返回一个赛点 好球 加上花又完结了一个赛点 4比6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本身九球如果说开球开好了 中间又没什么太复杂的局面的话 一杆至胜 这种局面还是比较多的 这胖小婷在家乡的人气还是非常高的 对没错 我们所看到的今天赞助商 实际上董事长也是他的铁杆球迷 对比赛非常的支持 包括整体家乡这个地区 好像抬球都已经成为第一运动了 对这个一个人确实可以败出一片了 没错是有明星效益的 其实这几年斯洛克球手这么多的中国年轻斯洛克球手在国际赛场上越来越多的亮相 你必须承认是因为丁玉辉的成功 给了很多年轻人这样的一种希望 一种目标 对对对没错 同样在九球里边也一样 对 潘小婷肯定是通过女子球的第一人 对 我们的第一个是比赛冠军 现在我们比赛很多都是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我相信她们肯定都是受了像潘小婷这样的影响 对潘小婷和胡小芳 对 刘莎莎 对对对 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执财的啊 这个裁判员是施加龙 也是国际B级裁判 国家级裁判长也是刚刚通过的 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名裁判员 您像这个裁判 他是他平时是也会跨界吗 比如说他是专门斯洛克的还是专门九球的 这个没有没有一个专属 对对对对 裁判员其实他的台球综合的知识 还是要非常的过硬的 只要跟台球有关的这些 因为我们都知道塔布 我经常看到 有时候我们虽然不转播 但是在一些视频网站上 可以看到塔布 斯洛克九球八球 他都去踩 对对对对 随着咱们国家这些运动员 在国际赛场的成绩越来越好 我们国家这些裁判员 也是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来锻炼自己 对 我觉得这个运动水平 跟职财水平同步发展 这才真正能说明 这个项目在我们这种提高 没错 也包括我的主项拳击 过去我们说从04年之前 我们很少有选手能够打到奖牌争斗战 那么随着我们的邹世明 张小平这些选手 在奥运会上这种成绩的提高 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裁判 现在成为国际三星级的裁判 可以去执法奥运会 执法市民赛的 对 我们看到又是一根跳球 看看是不是可以跳近 很可惜 对 跳到了 但是没有跳近 这还给留下了 还不错 这运气还不错 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进袋 但是这样的话 跑到这的话 就有左下角抵袋了 对 没错 好 我们看这最后几颗球啊 应该也是 难度不大 对 他里面 行云流水啊 确实是 有时候他打得快的时候 像在孙乐特的比赛当中 裁判 马球都 反不向他的速度 没错 有的呢 裁判就是经验丰富的 可能会刻意的控制一下 这个节奏 对 操球摆球会慢一点 他会不会洗带 给了方老天一个机会 对 没错 他里面不会是故意的吧 我们就当他不会是故意的 三发五比六 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第十二局了 有球近带 但是连接球依然不是太好 马上要打的是二号球 近带的是一号 这二号球如果打中带的话 是不是绿球有点飞着了 哇 这个挥手了 他不是这样想的 对 算是懵的吧 但是给自己把二号球坐着了 两枯来解 有机会了 对 这球形不错 没什么难度球 对 主要看三座四 应该是会来到决胜局了 潘小婷这几年的成绩还是挺好的 尤其是在我们国内打的CBSA 我们中国台球协会自己办的比赛 排名赛上面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前不久在成都国锦赛 斯诺克国锦赛之前 打了一个冠中冠的比赛 他也是躲得了冠军 比赛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两颗星来做八号球 嗯 那是九号球中的 打进之后来到决胜盘 应该是潘小婷冲球 看看是不是能把握住机会 好的 对对对 人追了三局 所以我们在刚才解说的过程当中 就聊到这个问题 有时候九球比赛当中的运气 确实是真的很关键 对没错 他对比赛的结果影响太大了 像刚才奥沙利文的这个白球落袋 这也正是九球的魅力 你把前面的球全打光了 但是偏偏把九号球给对手留下 那胜了也是对方的 对没错 竞技运动比赛嘛 就是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两个人 学生局 好 这个冲球非常好 我们看二号这个连接球 落在哪儿 中弹 不错 很不错 很不错 同样四号球做同一个中弹 角度还是稍稍有一些大 你选择做抵带 这样的话叫不好球更冷脱一些 对 这像九球当中啊 这种球长距离的往进推 还是难度不大的 对没错 这个球要是在斯诺克当中往进推 非常难 对 从高竿 六号球左上底带 嗯 白球 真是心提到嗓脸一下 还好 虽然有点反脚 但是难度也不大 今天整体来讲 潘小婷的状态 其实并不是太好 并不是太好 对 不知道是不是 也是在家乡父老的面前 稍稍有一些紧张 可能压力稍稍有些大 因为我们平时比赛 我看到现场打过很多次 都是比今天要发挥的要好很多 轻轻的薄球好 非常好 毕竟啊 对澳大利亚这两个世界天王级的选手 虽然说是一场带有娱乐性质的比赛 但毕竟这种紧张还是难免的 对 没错 那现在应该没有问题 整个比赛的赛点 关键球 做得非常的正 好球 这样还在非常 性别大胆的 第一场正当中 陈老师是上了一场青天艺转 三比六落后的程度下 连锥四级 最终是七比六 战胜了奥莎丽文 应该说也是汗魅了自己 主出天后面的荣誉 好伙伴 过瘾不过瘾 我的同事江毅 今天很幸远到了现场 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潘晓婷与奥莎丽文 带我们带来的这场 九球桌上的饕餐盛宴 可见奥莎丽文 他的台球天赋 不仅体现在斯诺克球台上 同时呢 也适用于九球 没错 那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眼周啊 是古九州之一 那么作为在这个礼仪之邦上 这块土地上出生的 优秀的儿女 那么潘晓婷呢 在开始的比赛中 礼让一分呢 也是在情在礼 但是之后呢 我们看到奥莎丽文先生 还是发扬了绅士风度 那接下来啊 我们还是把目光呢 聚焦到这块场地 这里呢 是奥莎丽文先生的强项了 大家不要忘记 潘晓婷在斯诺克领域呢 也是有着非凡的造诣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 出神入化超人意 神鬼怕剑 金士甘 有请二位 If just enjoyed an amazing performance on the night ball table Now Let's turn to the snooker world 两方要转场了 换球台 换到旁边的 斯诺克球台上 两个人将要开始的是 三局两胜的一场 斯诺克的比赛 不过呢 这个斯诺克的比赛 不是打15个红球 打6颗红球 这时候潘晓婷也得换杆了 对 没错 我们看 刚刚从球货里拿出 他的斯诺克球杆 奥查利文是试一试 这个球台的 库边的弹性 感觉一下 谁开球 没搞清楚吗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 在网络上应该是可以找到 奥查利文打 9球的 比赛可以看到的 但是 潘晓婷打斯诺克的比赛 可能会稍微少一些 我印象当中是没见过 他是参加过斯诺克的比赛 也有过不错的成绩 但是可能观众朋友们看到的 不会很多 至少从央视我们体育频道 转播的角度来讲 这应该是第一次 对 没错 这个球奥查没打进 现场观众也是一片叹息之声 这样的话 现在给了派小婷一个非常好的连续 得分的机会 上来要打一块薄球 六颗红球的话 球台上的球总分是85分 好球 他看来想得高杆跟进一户之后 先叫底下的这颗红球 想K一下 没有K出来 潘晓婷忘了 大薄很多 这颗球 还是因为毕竟斯诺克球台大 而且球会小 对 所以 对 整体来讲 对这个球的感觉 可能还是会生疏一些 用粉球来过渡一下 对 哈利文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 这是他的地盘吧 没错 7 8 叫篮球 好球 好球 收进 后退 我们刚才提到了 你出的这次 空间思维能力 他似乎就不需要去多想 对 第一是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打这个斯诺克 他已经非常熟悉 这里边的 就好像把这些球往台上 一撒他看一眼 他就知道 今天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 而且一定是一个最快 最合理的顺序 对 没错 对 你刚才说到这个词 也非常关键 就是最合理 有可能 那样也能打完 对 但是 他可能中间就会 费尽周折 但是他选择的这个 有可能会越打越简单 这就是高水平和业余水平之间的区别 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裁判这一块 应该是中国台球协会 也是刚刚颁布的 如果有对这个台球裁判和教练这方面 想去发展的朋友 其实以前都是要来北京 中国台球协会 然后去来考取他的专业的证书 对 和资格 但是现在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 不是又专门还办了一个 全国的一个裁判培训班吗 对 但是现在这个培训班 应该是会下放到地方了 这个应该是刚刚颁布的 但是现在也是 刚刚启动吧 应该算是 好像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说的 就是你登陆中国台球协会的一个官网 就可以报名了 对 就是有关注这方面的朋友 其实就可以登陆中国台球协会的官网 去更多的了解一下 对 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的话 可能你球打的不一定需要多好 但是我觉得这跟做裁判是两回事 对 跟做裁判是两回事 你完全可以不需要有台球的运动经理 但是可以去考虑一个台球的国家级 甚至是国际级的一个裁判资格 对 而且有一些现在的爱好者 可能不觉得自己可能会走这条路 但是现在这种机会 这种方便 非常方便 他会让这些人去考虑考虑 是不是要走这一条路 他想听刚才这个长台还真准 没错 一个离洞口比较近的红球 其实我曾经试过 这孙乐克就是把那球摆在带口 如果说我在这边大概到2米8 3米左右这个距离 这个远台 很难打 对 也是需要准度的 对 所以刚才我们也一再强调 虽然都是台球 但是这个各种的差别 就是太大了 没错 其实我们看很多裁判 这个特别是一些国外的裁判 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经常来中国的 那个非常严肃的老头威廉姆斯 他们的主业都不是这个斯文克裁判 都是有别的职业 对 是 做斯文克的裁判实际上是一个兼职 现在咱们国内的裁判很多也是这样 所以主要现在国内的比赛也多了 对 裁判机会也多了 你像现在光斯诺克在中国境内的排名赛 这就是五战吧 五战还是六战 对 再加上其他的各种商业比赛非常多 包括亚洲的斯诺克球员的排名赛 对 世界的排名赛 所以这个也应该是一个行业吧 算是 对 新生的一个行业 好球啊 这球衣裤好像还真不好解 两裤 哎呀 差一点点 也到黑球 这口气分了 可惜了 这颗球 这颗球线路还是很好的 这阿萨利文难道是打了半天九球 到了斯诺克球员的手感有点不对劲了 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难度的球 我们看啊 这个女子斯诺克呀 其实比赛少 嗯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可能身材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对 球台比较大嘛 但是在前不久啊 世界业余斯诺克锦标赛上 咱们也是中国的选手石春霞呀 应该也是获得了这个亚军的成绩 相当不错 对 应该是我们的历史最好成绩 没错 但是中国女子台球应该是九球会更火热一些 30比8 零先22分 台面上现在还剩25分 我这颗球应该是坐上了 坐上了 贴到五 贴到篮球了 好球啊 这个就很漂亮 而且这球一旦九大的话 很容易留机会 对 哎呀 哎呀 也确实在九球当中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选择跳杆 对 好我们看啊 这杆球 没有解到 然后现在呢是留给了 嗯 正好可以有几九点 对 所以 下给你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样的话实际上超分了 台面还有22分 再分 非常好 嗯 你不需要打黑球已经赢了 对 这班戴 没有打气 嗯 这样的话 奥特利文是先下一局 中代有进球的机会 好球 这个力量控制也好 非常稳定 这样的话正好叫到黑球 并且流出了一个向上的角度 打薄了 对 太薄了这颗球 他这球也是想着要把白球 走到上面叫到黄球 这颗球好像有点成浪的味道 好球 你看其实在这个做球的过程当中 奥斯利文并没有特别精确地去控制这个黄球的最终的位置 他想的就是我给你大致放到这一片就可以了 对 潘晓婷明显是对这个 打斯诺克的这个打法呀 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呀 用的力量都是那些比较软的力量 都是打九球用的更多一些的那种力量 但是在这个斯诺克上面会很吃亏那样的啊 好球 我们看看这几颗球是不是可以打光了 绿球 咖啡球 关键是看咖啡球之后 这个篮球叫粉球可能有一点难度 哎呀 这个低杆走得不够啊 因为是这样 这个其实潘晓婷这几根打的力量不够 完全是因为他用了一只小头杆 就是用了一只斯诺克球杆 因为我们平时用的九球杆的力量 就是球杆的这个力量传送到球上的一定会比这个弹性要大一些 我们知道斯诺克球杆的这个会硬一些 他硬对 他会硬一些 从球杆的弹性上来讲 其实对 他这个力量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咖啡色球的 好球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最初说到的这个两个虽然都是同位台球 但是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肯定是要进攻了 看准度了 好球 我觉得已经很准了 九球选手能打到洞口 桌嘴已经很准 这样的话给阿萨里面看 这个中带也不好打 看看是不是要灌带啊 中带 底带都不好打 有一定难度 哦 要包 没有 它实际上是做了一杆防守 连攻带手的一杆 对 这个能看出来阿萨里面确实是有点让着的意思 既然好不容易来到中国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下多打一会吧 主要是想让白球贴到库边形成一个远台 好球 现在是潘友亭26比21领先五分 台边上还有十八分 对 那就是潘友亭要打到粉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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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球打厚了一点点 两颗球形成了二次撞击 黑球 哎呦 哎 篮球有机会了 咱现在把篮球 打进之后 是一定会碰到黑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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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球啊就是刚才说到的啊 这个身高问题 对 做得一次 白球只要一在球台中间部分的时候 对于女孩子来讲 够起来就会很麻烦了 刚刚这根蓝色球肯定是撑着打的 嗯 嗯 实际上我刚仔细看了一下潘晓婷今天穿的这双高跟鞋已经 他 будет不太重 对 那は 我想演出说 这个球可能正好能过了 没有 还是坐在旁边防守 这个有些远 但是可以打近 对 看看准度 还是薄了一点点 没远期 看看这个 奥莎这半天 它也是总不往进打 总不往进打 但是这么打着打着 这个可能自己的那种 良好的手感也没了 想打都打得进去了 这就是两项运动又不一样了 就是九球应该不会来来回回这么多个回合 对 它的节奏就是会快很多 但是斯诺克两个人一防起来 然后再加上两个人准度都不是太在状态的情况下 就会让观众看着看着都会有些枯燥 对 斯诺克历史上最长的一局球 九十分钟 九十三分钟 就是我亲自经历的 是哪一年的中国赛 这两个人一防起来 其实这个时间真的是说不好 对 当时我记得二号球台的同事们都已经去吃饭了 我们这儿还没打完 但是潘晓婷这几根都不错防的 这就是两项运动的区别 这斯诺克球台确实也大 对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斯诺克球台的时候 是上大一那年 当时我的母校北京区大学 招收了全国第一批的这个斯诺克专业的学生 对对对对 1994年 对 但是他们那个球房呢 就是在六日的时候 可以对我们这些非斯诺克专业的学生对外开放的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真正的标准的斯诺克球台 当时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 这个球台太辽阔了 你说的这个中国体育大学 就是北京体育大学 招收的这个台球专业都应该是我的师兄师姐 你差不多 是毕业于这个北京市台球运动学校的 我记得当时他们的第一批学员只有八个人 对很少 很少 但是后来到我们这一届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专业了 后来好像那专业是没了 对 好球 好球 看不白球 没有问题 他好像只要打进本球就可以赢他这一局 对 可以薄一干 嗯 这样的话双方是在斯诺克的下来当中打成一比一平 也要打一下决胜局了 OK 粉球下方那两棵最下面的那棵没有单下吗 他怎么要选择打这一棵呢 这棵可能更方便于做球 这棵倒是叫黑球可能更舒服一点 对 对 更方便做球 我相信很多观众还是很期盼 大利文六颗红球要是能扫台应该也是很精彩的 对 但是好像他的发挥 嗯 不是太好啊 是不是 哎呀 这球也是 是不是他也太过怜香惜玉了 不忍心啊 嗯 刚才那局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 一开始真的确实是很明显的在让一让 因为他也不希望这个比赛直接2比0就打下来 但是让着让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自己把自己手感让没了 好球 哎呀 有这个风险啊 它应该是有计算到 所以用了很小的力量 好球 非常漂亮 这杆打的 这样的话 黑球摆到粉球的点位上 对 它里面也来左手了 好球 看这白球的力量 刚刚好 有些远啊 但是选择用架杆 刚刚也是拿起套桶来 看一看 是不是要用一下 好球 60 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现在已经延分了 打进黄球的超分 领先了27 台面还剩27 超分了 我们看啊 现场肯定是有 职业的观众啊 职业的斯诺克观众 超分就鼓掌了 至少他知道 到了超分点的时候 鼓掌了 对 超分就鼓掌 最后这一局球打的时间很短啊 几分钟就结束了 非常漂亮 这球球的 太精准了 好 来个号 阿贝林是在 同学的下来 二一 三个球 两个年线 对我们的观众 上演了两出非常精彩的对决 最终的还是 各自在各自的领域里 他那个自己的领域啊 两位高手 打出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精髓啊 何为贵 两个人呢 在两张球台 各自擅长的领域呢 是各取了一分 那接下来呢 还是请两位高手呢 转战到另一个赛场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场和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啊 都有一点意犹未尽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到花式酒球的球台上 两位高手呢 将分别为我们展现 魔术的花式酒球 现场的主持人江亦也介绍了 接下来双方要换球台了 我们这个比赛规则是 潘晓婷先来表演 而奥沙利文呢 来魔法 现在是潘晓婷的 节目的节目 当时是潘晓婷的节目 然后Ronnie会做 什么潘晓婷的节目 让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享受节目 这个第三条 我觉得更有意思啊 互相出难题了就是 对 我先出一个难题 做了之后 看看你能不能做到 这个我们又叫花式表演 又叫特技球 在这个花式球台上 它对这个球形摆球的要求 还是非常高的 对 对于有一些球相对应的角度 都是非常高的 这颗球应该是台面上 台面上除了白球以外 所有球都进带 我现在呢是白球击打 三号球的薄球 六号七号进中带 三号进右上角的底带 白球会用推杆 画一个弧线 把洞口的九号球装进 嗯 好 我们给小天一点掌声鼓励吧 台面上所有的球都会进带 希望一次成功啊 好 非常漂亮 这个球是潘晓婷给他摆的 还是奥萨利文自己摆啊 我相信一定得是潘晓婷帮他来摆 小天今天给我们准备了几个表演 哦 有四五招 好 我们继续 对 大概四五招 继续 那既然奥萨利文先生回来了 那就让他尝试一下 好的 好的 我们给奥萨利文先生讲一下规则 哎 我这看来刚才奥萨利文 没有看到这一下 上洗手间了 对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把球摆上来 再跟他一讲 他马上就明白 对 又得让他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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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好 再次成功了 其实这个摆球也是很关键的 对 这个必须卡得相当精准 没错 阿沙利文是著名的快枪手 这个球还没有马好 阿沙利文先生已经是越越于胜了 我们顶住呼吸 我们顶住呼吸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他成功了 这个就不仅仅是位置顿起来 这个角度也就相当精准了 对 没错 这个也应该是台面上的球 应该都会进袋 我们再看 他就是在看这些球 是不是都对应好了 要进的袋口 这是五颗 对 五颗球都应该会进袋 这边还有两颗 我现在要打的这杆花式表演球 是白球摆在这个位置 击打二号球 你假想二号球 你要打进中袋 然后二号球进中袋 三号球进右边的中袋 对面中袋 四号中袋 六底袋 七底袋 然后白球会走 一 二 三颗星 撞击三角框 等一下这边会放一个三角框 然后八号 九号进袋 还是所有球都会进袋 对 我们让小婷先表演一遍 也是 但愿一次成功 非常漂亮 撞啊 漂亮 好漂亮 这个打二号球的这个角度 这是最关键的 对 好像有点 稍微有一点紧张 说这个难度有点大 我们怎么办啊 是不是多给一点鼓励啊 因为白球是一方面 另外真是打二号球的这个薄厚程度 一定要控制相当精准 对 打二号球的角度 一定要精准 再有就是白球一定要给旋转 对 他才可以顺利地走三颗星 跑回来撞到三角框 应该再告诉他是 指甲左侧的旋转 嗯 那是Royster 好 我们来看一看奥扎利文 这一发啊 还是留下了三角 这确实这个 应该是在旋转上 或者是在这个花式角度上 还是有点问题 对对对对 这个水平是力量 临场的心态